我前天看见你们又要举办游行了 所以我很感谢神 因为神也说我们就像身体一样 要互相帮助 我现在是希望 这些家属像赖妈妈 或者是有些家属不是小孩被人家谋杀什么的 像这种案件 我觉得这些家属可以聚起来 然后就是有一个support group 就是彼此支持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他们过了很久 还是不能走出来这样子 很多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就是被像赖妈妈的案件 他们其实是被政府被社会打压的案件 所以我希望赖妈妈可以有机会跟人家分享 就是跟类似的人分享这样子 让他的情绪也可以有好的整理一下 而且你们可以看看 你们这些去游行的人 你们可能自己也有感觉到 是不是神有多给你们祝福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我想应该是有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怕 就是政府会起诉他们 他们不敢来 或者是他们会被炒鱿鱼 所以他们不敢来 这也是情有可原 无论如何就是要把神摆第一位 像我把神摆第一位 就有好莱坞的人跑来找我 就是拍这个documentary film 然后就是人家会来找你 你不用去到好莱坞去找那些人 他们其实这个星期已经回到好莱坞了 然后以前看不起你的人 现在也开始会比较尊重你 就是神会使你的敌人 就是看不起你的人 对你另眼相看就是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想赶快为你们游行祷告 你为别人祷告 你自己也会得到祝福 说不定你得到祝福更多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我们把这个游行 交在你的手里 神啊求你保守这些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就是有爱人的心 也为这个要争取这个公义 就像神是公义的神一样 这些弟兄姊妹是讨神喜悦的 神也要求神重重的赏赐他们 大大的赏赐他们 感谢神 感谢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求你把属你的characters 放在我们心中 神啊求你把圣灵的果子 给我们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信使良善温柔节制 感谢神求你帮助我们更像你 感谢神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再用方言祷告一下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